去的就這些災後的重建的工作 其實希望市政府的腳步可以加快 那麼就大致理生產市場因倒閉 它大樓受死 因為其實生產市場有比較特殊的地方是 它除了市場上面住戶 其實還有一排是透天的 它是相連的 所以我想要問一下都發局吳局長 你們市府的所有的補助措施 還有災民的重建 後續怎麼辦都跟重建 還有修繕 然後怎麼做居民整合意願的整合 我想請局長是不是可以談一下 因為我知道我們這邊有開過幾次 兩次的座談會 那其實市府都有參與 我們也都有參與 那我不曉得現在到底 那個進度到了什麼程度 好 感謝陸議員對這個 大致理生產市場的這一個關心 因為它這一個部分 大概最主要分兩個 第一個就是說它沿街面的L型的17戶的透天的部分 因為它雖然有貼也有部分貼紅航單 但是因為住戶整合以後我們也跟它溝通過 園長他們是希望用修繕 但是已經倒塌了這一個公寓的部分 那他們是希望重建 所以我們雖然是同一個都更案 那我們就把它分成兩個部分 那在3月份的時候我們就開始進駐去跟他們做意見整合 那也很高興他們住戶其實沟通起來就是說意見上都滿一致的 所以很順利的在4月17號他們就正式把都更會成立了 而且就開始分成兩組分別作業啦 因為都市更新也可以申請整建維護 那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在上個禮拜也正式把核准了 核准了他們的一個都市更新的一個籌備 還有來劃定都市更新地區啦 我想這一個案子可以說是目前進度最順利的 那也感謝住戶的一個相互間的願意的理解跟配合啦 那後續的作業我想我們會來加速幫他們做 幫他們來加速申請的一個作業 好 局長我希望這邊講 因為說真的要在做都更 其實要走的程序都很久 都要一兩年兩三年啦 有時候更有些甚至更久 那當然我們大致生產市場這邊 其實這邊的住戶都很團結 他們一直很想很快的恢復舊有的原地可以來做重建啦 所以我也希望說市府這邊所有的相關局處 可以協助他們盡快 看可不可以縮短時程 在這一兩年內可以讓他們都更完成 讓他們趕快可以做重建的部分啦 不過他們那邊可能比較複雜 就是市場的那一塊部分 我不曉得那一塊部分 他們現在重整之後 不曉得狀況現在是怎麼樣 是這樣 因為它原來就是市場用地 那它早年是用多目標的方式去申請 就是說原來的規定是一樓要做市場 那頂上面要做這一個可以做住宅啦 那不過因為後來的規定有修正是一二樓要做市場 三樓以上做住宅 不過因為它既然是依照原油使用的話 我想我們會朝這一點來解釋 希望它在一樓來做市場就可以 因為否則那個可能面積上來講 對住戶的負擔會比較重 就是說還用那麼大的面積去做市場會比較重 那這一點我們還跟這個住戶之間還在溝通 因為他們可能涉及到後面還有分配面積的問題 所以我們會初步等它都市更新計畫在你的時候 來核算一下市場要分配回去的面積 如果再盡量不要增加他們的建築成本的狀況下 來核准它的多目標重新使用 這是我們後面還要再努力的 那目前來講市場的攤商 經過協商以後它也有意願就是說 以後一樓整合起來 再來租借給這個外面的超市 或者是大型的賣場 來進駐的話 其實不但可以做正常的市場使用 而且會對當地的消費會有比較大的幫助 好 謝謝局長 我希望就這個部分 就是大家盡力可以協助他們 讓他們盡快看可不可以縮短時程 在兩年內可以把它完成 因為這個市場其實老實說 很難得遇到就是這麼團結 而且向心力這麼好 那目前我們已經用最快的方法 就訊型劃定更新 不用再報營建署 是由市政府直接依照這個都市更新條件 條例的特別規定直接就劃定 我想後面的作業我們會協助 他用比較快速的方法來通過 好 那我要續下去問鐵路地下化 那我想要問的是照顧住宅 照顧住宅現在其實我看他已經蓋到二三樓了吧 那我想要說他的進度到底是怎麼樣 什麼時候可以完工 那麼另外的兩個問題是鐵路地下化的工程 真的會有變化嗎 因為交接政權交接前其實並沒有把它排入中央的審查 所以我們其實會擔心他會生變 那到底會不會生變目前不知道 可是我們這些住戶其實都有去登記了啊 那如果到時候如果真的生變 那這些登記的住戶該怎麼處理 那我想市府其實也需要先有因應措施啊 另外照顧住宅其實他也位於土壤異化的中度淺層區啦 那未來現在已經蓋啦 那到底他會不會有建築上的危險 就這三個部分是不是請局長給我們解釋清楚 第一個我想鐵路地下化這一個工程 我們整個市府從市民到市府都已經努力了二三十年 我們是絕對不可能讓他停下來 那這一點雖然在大選前很可惜 就是最後去動用了政治上的力量 去阻擋了這個案子正常的一個審查 我想我們後續還是會繼續要求中央這裡要排入審查 這個案子不會只有反對的民眾 我想很多的市民尤其是廣大的市民 他是支持的 這一點不管是從實體上 或者是說從網路上 反對鐵路地下化的這個群眾 雖然一而再再三提出新的論點 但是不管是在新聞媒體上 或者是在網路上 他其實都有更多廣大支持者 不斷的再提出正面的一個回應 這一點我們也會到最後在營建署審查的時候 我們也會把這些正面的意見 一起都帶到營建署 希望讓營建署可以看到 其實絕大多數的台南市民都是支持這樣的一個案子的一個通過 第二個是照顧住宅的部分 目前是二樓已經完成在做二樓到三樓的這個樓板的部分 那整個工程預定是在明年的八月會初步完工 在明年的十二月底之前 大概就可以整個驗收完成可以準備交屋 這一點我們也是希望趕在今年趕快把度假通過 啟動徵收的話 讓住戶可以放心的 讓他知道說明年就可以來進駐 我想這一點我們的進度上都不會來做改變 那過去包含這一個環團也好 或者是部分的民眾也提出了說 這一個是在土壤液化區的中度 我想整個在嘉南平原 還有我們很多台南市的這個土地 其實基本上大部分都是沖積平原 那沖積平原的特性就是它的地下水位本來就偏高 我想不是只有在這個地區 我想最指標性的就是我們市政府所在的安平五期 安平五期早年更是整個近海的餘溫 可是經過勢力重劃或驅亂徵收這樣的公共工程 的一個土壤改良跟地下水位的監測 它其實是就可以來改善整個土壤的狀況 所以我們市政府在這裡已經快要將近20年的時間 各位就可以看到在這裡經歷了這麼多的地震 它其實都沒有任何的疑慮 也就表示適度的土壤改良 它是可以解決土壤液化所帶來的問題 那在照顧住宅的部分 其實它從一開始就有做土壤改良跟這個地下所謂的監測 那照目前來講我們是預計做到六樓 做到六樓它的這個地下所謂的監測才會停止 也就是說在目前來講 我們都監測經過土壤改良以後 其實目前的水位的狀況都是屬於正常的範圍 所以這一點雖然有這樣的一個數字 但是大家要相信一件事 就是說程度比較輕微的這一個液化 它是可以透過這個公共工程的土壤改良的方式 來獲得一個解決 所以它未來的使用上是不會有問題 好 謝謝局長 我想鐵路地下化是我們台南所有的市民 你所希望要的一個建設 那秘書長你是不是有了解要不要說明一下 是 這邊也跟議員做報告 我想外界也有包括團體有在質疑說 鐵路地下化的工程是不是會造成這個地下水位的抬升 甚至有促成這個液化的一個問題 其實我們鐵路地下化的沿線 都位在我們台南大概是台地一個最高的這個零線的位置 所以它的地下有經過模擬演算 而且實際上整個地勢來講它是算是最高 那地下水位其實會往北往東的方向 甚至往南的方向 它會順著這個地勢來這個分布 所以我想經過這個評估 其實鐵路地下化並不會造成地下水 為了這個抬升有造成任何的這個危險 我想也藉這個機會讓市民能夠了解 大家可以放心 好 謝謝秘書長 我想這是你的專業啦 有你這樣的解釋 我想市民應該會很了解 那其實鐵路地下化是 我們台南是一個很重要的工程 我想所有的市民都希望也在期待 那當然還是有一些抗疫的民眾 有持續的在跟市長做反應 那我想還是以我們市長一定的一併的態度啦 是不是還是可以持續做溝通啊 是 那個很感謝陸議員 對鐵路地下化的支持 那台南是鐵路地下化 這是我們台南市民 正式是三十年的重大建設 那也要解決 700年來在賓高度發生意外 上海這種重大的事情 所以我駐任鐵南市的市長 我有接任 我怎麼有決心 要成功推動這個重大建設 或是叫做廣島的 高度發生意外 dados理都要通過 大部分注意、文化IE 錢金瑠、既然是 都是本土核康的 不理會、政治為烹 glamour cut 做法 своей社會的 選旗艦有政體化 所以這個項目的建設停在那裡 但這次已經選旗 已經過期了 新的政府也申請 我們希望這個項目的建設 可以如期來推動 希望市長的建設繼續盡處 我們加快腳步 我相信黨府所有議員都非常 贊成這個鐵路地下化的政策 所以其實我相信大家議員在這順的時間 也都跟市長說 我們願意和市長站一旁一旁 大家作為來打拼 快讓鐵路地下化趕快可以實施完成 因為這是市民所願 大家都會問 到底要做嗎 是當時做得好 所以希望這個部分 我們現在繼續加油 來 下一位 我想大家都知道東陵路 跟要到那個過了後甲圓環 育農路相接 要去我們高速公路 這條是東陵路是很重要的一個道路 那麼御豐街 御豐街這裡其實也是 從東門路要往東陵路的一個主要的 一個街道 那這裡其實上下班的測量非常的大 可是因為到了御豐街到了東陵路 這個交接口的時候 來圖 這裡剛好 剛好這個街角並沒有沒有沒有開通 所以他要再轉一個彎才有辦法出來 那其實到了到了車上下班車輛多的時候 那裡都會打結 因為紅綠燈的交接的地方很很接近 然後車輛多他就在那邊打結 那這個我大概是兩年前有約過 我們公務局跟都發局 還有我們的里長有去會看過 那是不是希望 西部計畫是不是可以把它列入 局長 吳局長 是不是西部計畫可以把它列進去看有沒有辦法 這個地方可以打通 因為打通真的會 會跟幫助這邊的交通會幫助很多 因為這邊車輛量真的太大 而且那個轉彎的路口 那邊常常發生車禍 很謝謝陸議員的這一個建議 因為這一段的確 在過程當中 包含議員也好 包含里長也好 其實都來 限定都來陳情 就是說 因為路寬不一致 已經造成他們現在 在通行上其實很大困擾 又剛好連續兩個岔路 所以這一點 我們現在唯一的困擾是 我們還要再核對一下建造 來看看協助大家看看 有沒有可能在這中間 能夠再把瓶頸段 再有機會借這個部分 來拓寬 來解決這裡的問題 的確這個在技術上 有一點難度 不過我們會來努力 因為這裡其實都市計畫 這裡設定的是商業區 所以我知道你們困難點在哪裡 可是問題是這個入口 它真的是事故常常發生 而且真的是車流量太大了 就是剛好連續兩個插口 對 而且現在整個 整個我們的那個 孟十丹那個區域的整個繁榮 其實也相對的這裡的車流量更大 所以變成說真的是在上下班時間 或是假日的時候 這裡真的是很塞 然後又常常發生車禍 所以這個技術上有點困難 可是還是希望說我們多發局 跟公務局是不是有辦法去克服 把這一塊可以打通的話 讓它變成 就是直接連接了東門路 不要再轉個彎 轉個腳 是不是可以來解決這些 大家用路人的交通安全的平安 這我們會來努力 好 謝謝 然後另外 在我們關地廳 我們環保局前面 中華東路133項 這裡 看這個圖 看圖 現在 不是 中華東路那一塊圖 環保局那裡 好 我要講是 局長 我也要跟你討論一下這裡 這裡其實我們也討論了很多次 也會開很多次 我想還是要再講一下 因為啊 我們的 我們的那個環保局 這裡 一個東西向的 劃分 他成了兩 成了兩條路 而且啊 他是跟玉學路相接 相接啊 那其實其中有一段 他12米的路 開通一半而已 沒有 並沒有開通 可是這邊有民眾來陳情 希望12米這個道路 不要再繼續做開通 那為什麼呢 來我解釋一下 現在既有的 中華東路的二段133項 這裡 其實是既有 既有的巷道 長久以來就是我們就從這條路 再往來啦 當初都市計畫的時候 有開了一個12米的在這邊 那我們現在開到這邊 後面這段並還會開通 然後陳情這邊的民眾來陳情 因為我們從這邊接過來 其實 其實這條道路上 中華東路二段133項 這邊是可以跟官邸廳這邊銜接的 然後這邊開通 並沒有 並沒有辦法跟直接跟這邊做銜接 他只是到了中華東路上面就切開了 它是一個梯子路口 那其實這條路開通 對這邊的作用並不大 然後啊 這邊如果是在開通的話 這邊是多 多個那個道路交叉口 其實事故發生會比較 頻繁 那有交通上的疑慮 那其實這裡的車路量也都非常的大 那所以這邊的民眾來陳情說 是不是這個就這個部分 不要再做繼續空 把這邊 再拓寬一點 那其實這裡大家都是從 遇學律就直接就從這邊出來了 大家以這邊只開到這邊 其實現在大家道路順的就是這個樣子走 那是不是就這個部分 吳局長 這個有沒有辦法來做一個變更 或是西部計畫的時候來做一個處置啊 呃 感謝陸議員的建議啦 因為這個案的確是 原來在原台人設都市計畫裡面 就是一個成年的 懸案啦 因為 一個老案了 一個因為早期的規劃 中華路的兩側 它是分開你西部計畫 結果它在規劃的時候 並沒有考慮把道路做一個連通 所以造成東側的新道路的規劃 其實它連不到西側 所以變成說整個規劃上 那一條12米路畫下去以後 其實對於中華路的這個交通 其實並沒有太大的幫助 反而造成過度密集的路口 那不過因為過去的市府就 就有開闢了一段 結果最後還是遭受阻力啦 那所以這一次 在東區的通檢 陳清理員還是有提出來 那我們在 現在重新檢視 第一大概發現就是說 原有的道路系統 其實是比較完整的 不過因為在早期的西部計畫裡面 並沒有重視原來道路的拓寬 那我們在這一次 我發現它兩側其實還是有一些 多餘的剩餘的這個 國有地或空地 那當初在蓋的時候其實都有內縮 對 它還是有一些空地 所以我們在這一次的通檢 我們來協調看看 看能不能在北側的這一條路 現有道路 它可以利用現有退縮的部分來拓寬 那可以避免掉在整個中華路上 你又開闢出那麼多多餘的路口 而且最後又是不通 那甚至變成說在環保局 未來如果質疑開通 會在環保局的這個辦公室前 會形成一個五叉入口 其實那是一個更危險的狀態 所以這一點我們會在通盤檢討裡面 會再跟委員在做溝通 希望來達成這樣一個調整的一個方案 這個真的是希望你努力一下 因為這個變成這樣的多入口 其實那裡很危險 而且那裡巷道其實都蠻小的 車輛量都很大 對 最重要是避免 所以道路很多 很多 我們來裡面 其實車輛量非常大 主要是拼免說不要在環保局頭前 形成一個五叉入口 那樣的五叉入口 其實以後是相對上是比較危險 危險的 對對對 就這個部分 我希望說局長努力一下 就這個安全性的部分 我們還是要多做考量 這個也希望交通局這邊可以聽得到 因為這個其實你們的意見很重要 那其實這個部分 其實陳新任啊 還是我們開會的時候已經講 已經有已經有溝通過很多次了 我想就這個部分交通局也請你們協助一下 都法局到時候就這個狀況 如果在做那個時候可以來協助 好 局長你請坐 然後我們開始要來討論脫掉了 那就脫掉這個議題 我想其實台南市市民數值都很高啦 當然會有怨聲啦 因為剛開始時事的時候 大家都會不習慣 車子被偷走了 因為大家都已經很習慣的說 台南市就是我們地方小 然後有地方停車 當然停了就走了去處理自己的事情 那其實正反兩級的意見 一聲音都有啦 當然被偷的民眾會不高興啦 覺得市府在搶錢 可是有很多幼路人說 我們的道路變乾淨了 然後在通行的時候變方便了 那我想我們都支持市府的政策 可是在這市府的政策上 其實有要修正的地方 我們也希望市政府的局勢 相關局數你們要去做修正啦 那我在上個會期 其實就還沒開始脫掉之前 我就一直跟交融局跟警察局說 如果開始脫掉了 你們有會有發生哪些問題 叫你們要注意 結果啊 開始做了之後 還是這些事情還是在發生啦 所以我還是在這個會期拿出來 跟我們交融局警察局 大家來做一下檢討啦 我想我們先從警察局檢討起來 我們現在就是北區 東區 仁德 我們現在北區那邊有一個 一個停車場嘛 所以北區那邊就是 由我們交通隊還有我們的 五分局 還有二分局來做協助嘛對不對 派出所的分局的警員來做協助 然後啊 東人場的話就是 第一分局還有仁德分局來做協助 那我還是建議說 警察局你們要做一個一個中隊啊 整編成一個中隊來處理 我為什麼要這樣講呢 因為我們交通隊他們是專責單位 他們其實是有專業上的認知 可是啊 我們分局派去的資源警力 我知道好像除了第一分局 有固定的人員之外 剩下的分局就是 派出所輪的上的上面來處理 就是用輪的啦 那我為什麼一定強調要這樣子 因為其實交通隊他們的專業知識 他們要脫掉 那我先問局長 局長 陳局長 你們脫掉之前要先做什麼動作 如果要脫車 你們警員要做什麼樣認定動作 議員您這個剛剛所講的這部分 基本上就是說 我們這些所有這個餐禮脫掉的這個通能 都是有受過訊 有講習過 那麼在我們台灣目前各都會區有脫掉了這個 坦白說啦 包括台北也好 高雄也好 都是有這些這些特別的事情 誰 哪一個人被脫掉會很高興說 哇 脫得好這樣子 我過去我也曾經在台北住台北的時候 也有不小心被拖走了 那種心情我們都能夠體會 但是話要講回來 就是說你不違規警察不可能是跟你脫掉 我先講這個 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那個由派遇守這個來參與的 其實是固定那幾個統能在輪 不是說那個 那因為我們現在交通隊 是把人也是配置到 我知道 局長這個我問過 真的只有第一分局的 有固定的人員在做輪子 就是那一些都有參與 還有就是說 後天25號 我們會 就這個脫掉 這個已經40天下來 我們會做一個檢討 如果沒有40天 我親自要來主持 所以我想就把這一些 可能發生了類似的 這些民眾不了解 或者說有一些負面的東西 我們會經過這40天 實際的執行以後 會做一個說明 我想盡量 我們不 就是說 讓我們的市民違規 你違規本來是行為不對 但是 在執法的這個過程中 有一些 假如說還有細節 我們必須要修正 我們那個 因為基本上我們這個都會有 鳴笛照相 等等這些 一個SOP的一個做法 局長你的SOP 布定每個人都會做 我跟你說 我一個真實的案例 我坐在車上 拖到車也要來拖我 雖然 我人在車上 雖然我停在紅線上 可是我人還在車上 還沒走 那為什麼我要跟你討論 還有我剛剛像早上 有提到有一個說什麼 什麼那個 婦人趴在那個車上那個 那個其實是這樣子 那個是那個案子 因為很多不曉 不了解的人都以為說 怎麼好像不盡人情或怎麼樣 其實他是因為那天 那一個拖吊車的那個駕駛 他在一個路口 可能轉錯了 他因為新人 他對於那個我們 這個停車場的地方 他大概繞了一圈 又繞回來 然後繞回來 剛好碰到紅燈 被那個婦人發現 其實是已經 他如果是知道路 走不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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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說司機嗎 蛤 你是說司機不知道路嗎 司機路不熟 好 局長 你鑽完的時候也鑽不到 好 局長 你先聽我 你先聽我講 我為什麼一直講 要叫你們成立專責的中隊 因為教養隊 你們到現場 處理完之後 回去 開紅燈的部分 你們自己就直接執行了 然後啊 我們分局 我們分局所派出去做協助的這些人員 他們除了自己有管轄業務之外 還要來做這些事情 所以他們業務量其實是增加的 因為紅燈自己開嘛 那要自己付錢嘛 你自己出去拖子 你那個燈是你開的 所以你自己付錢嘛 所以啊我們原來 我們分局的這些派助的 這些協助的警力 他們除了紅燈的業務之外 他們還要自己的業務轄區 裡面的工作 事項要做 所以他們業務量變大了 那我們家庸 我們家庸隊的這些專責的 我們這些同事 他們就是除了到那邊拖完車回去 就是開紅燈而已 所以他們業務 相較業務量他們沒有那麼大 而且我們家庸隊的專責這些 這些同事 他真的是比較專業 他們在偷調的程序上會比較好 那為什麼會 我為什麼一直強調說要做中隊 因為我們 東人廠就曾經發生過 有民眾領車等了兩個小時 為什麼 找不到警員 因為那個警員是分那個分局去協助的 然後他下班了 他那個單子開上面有疑慮 所以要查清楚 到底是不是這樣才可以開那張單 才有辦法領車 他資料上面寫的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偷調場 這邊不敢讓當事人領車 一直在找那個警員找不到 所以這邊等了兩個小時 所以我為什麼說你要有專責的單 因為專責單位在那邊處理 你有辦法把那個 那個把我們拖了 拖了之後會有民約 我們至少要把民約降低吧 那這個是我們可以做的 那為什麼把它做好 所以我才一直強調說 我們為什麼要做 要有一個中隊來處理這些事情 我簡單的回答 就是因為路遠 您一直對我們警政的 這個一些事務 還有尤其是交通 都很關心 我們私底下也都討論很多 給我們很多法規的意見 那麼因為這個我剛剛提到就是說 因為才剛剛開始執行 這個在各縣市 我過去我在高雄服務過 我在台北 我在台中也當過交通隊長 我在台中那個 脫調的時候剛好是在 我當交通隊長的時候 那時候去做籌備的 那時候還是我們警察局 因為那時候早期 30年前 各都會也沒有什麼交通局 就是警察 也要辦脫調 什麼類似這樣 我就是擠這個例子 所以這些 有一些是個案的 在這邊報告一下 今天早上 我們在脫調的時候 其實已經 大概已經脫了離現場 大概三四十公尺了 結果一個車子出來 還從他家裡拿了一把菜刀出來 就一定要司機停車 什麼什麼這樣 類似後來就是 還揮刀 什麼等等 當然我們就是 我們資源的同程 去把它制服下來 這個 有一些 市民他可能 因為過去他的生活的環境是那樣子 一下子做一點改變 其實這個是對的事情 希望大家能夠慢慢養成一個習慣 對 我知道 這個當然有個時間 大家的事情 我剛剛有講 我再最後補一句話 就是說 您的意見都很寶貴 但是我現在我手上也沒有人 我現在就在期待說 6月份 是不是警政署畢業的人 能夠再多一點給我們 我想我這個禮拜 現在我們食物會報 我上次有再跟食物長報告 是不是說 我們因為 坦白講 這個 按照比例來講 我們現在是 大概 差不多 減十幾%的經歷 那麼最近 退休的這個 這個情形是慢慢緩下來 比較少 不像去年前年那麼多 那我想 這個 您所關心的問題 我覺得 慢慢一定可以改善 那因為交通隊 他們現在是 人他也都釋出來的 所以 交通隊就是 剛剛講的就是我們那個 中西區的這個 就是 這一個區 他們有派人過來支援 其他 我知道 我們警員的人力不足 這個要請局長去中央 多要一些人 那當然 我就想說 我們脫調既然做了 你就要做到專責 減少民怨 所以我才會有這樣的建議 所以我 後天要做一個檢討會這樣 好 局長 請坐 來 交通局 張局長 這個 這個 這個表 上個 上個 上個議期的時候 我已經拿出來過了 不過這是我們 我把它加上去 我們原來 我們現在開始實施的 看一下 我這個要跟你檢討 我們的 我們的交通局的 我們交通局的派員 收 收 收費的問題 因為啊 我剛才講那個 等了兩個小時 那個民眾啊 其實 我想 我們交通局 你看 高雄市 他也是做民間脫調嘛 你看哦 他交通局每個廠 派三個人 他三個人是包含一個主管 然後共有六場 在現場 收單 開單 就直接罰單 就可以直接繳款 因為這個款項收進來還是交 如果他們現在代收還是交給你們交通局 那我想這個業務要順暢 因為他們沒有辦法查電腦 沒有辦法做任何的 的公務上的聯絡啦 所以還是要有我們公務系統的人去 他有辦法處理這些事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其實高雄市做得很好 那我們都是鄰近的 鄰近的城市 其實取經你們去取了很多遍 所以我不曉得為什麼你去取經都做半套而已啊 那我還是要求說 你們在每個脫調場 要有這樣的交通 助理員 去做這樣的收費的動作 因為人收起來也是你市政府的 也是你高雄教授收起來的 所以我是希望建議你們 要派人進駐在脫調場 做這樣的紅單收費的動作 不要再讓民怨一直在產生 脫掉 要脫做的心情就去買了 你知道嗎 然後他把現場還不能落錢 後來還在那裡拖 所以人家等到火氣都很大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這個部分 第一個你可以增加 我們的順暢性 第二個你還可以增加就業啊 那你們既然要做這樣脫調的業務 你們當然要 這些是後續的事情你們要處理好啊 人家高雄可以做為什麼我們不行啊 我們又隔壁的鄰近的城市 你們都去給人家取金啊 取了之後又不做 那我覺得這種東西你們真的是 如果你們25號要檢討 就這個部分我希望你們檢討進去啊 不要再一直一直重複的 這些事情都在發生啊 好不好局長你要不要講一下 好 謝謝陸議員的指教 脫調的工作它是 它是一個對的事情 我們會堅持 但是同時 今天陸議員的指教就是 我們雖然是對的事情 我們要把事情做對 那所以這部分我們會檢討 那剛剛議員有談到說 交通局要不要派員到 這個保管廠去協助收費 我們目前呢因為是委外 所以我們是 當時的設計呢是委託 這些廠商來代收 那但是以最近的這個一個月的運轉下來 可能人力的部分 我們可能要增加 那這部分我們會來檢討 那當然我們 停管處剛成立 我們的人力也不是很充裕 不過我們還是市民的服務優先 我們會來檢討 那最近我們也會來考慮 派指派我們的同仁 到兩個脫調廠去做這方面的協助 我想這個這部分我們會來進行 對啊因為高雄其實上海是民間脫調啊 他們也是交通局進駐啊 那我覺得是把流程簡化了 讓市民更方便啊 不要用拖鞋 騎摸一隻肉 還在等沒車等沒拖 等沒人 那我覺得這個是 第一個已經心情不好 到了那邊心情更不好更火大 所以這個其實命運造成會更容易啊 這部分我們會來檢討 希望把這個後端的服務做得更好 對希望把人員補足啦 把這個事項後端的事項真的要做好 人力部分我們也會來盡量爭取這樣 我想這個都真的有檢討進步的空間啊 那我希望兩個局長你們要 把他納進去做檢討的時候 把他處理好啊好不好 請坐 來 看一下 我們來講一下 該如何協助舊社區 小小巷道6米以下的停車問題啊 我為什麼要講這個問題呢 在之前我也講過要脫掉了 那我們其實台灣是有很多的那種 舊的社區裡面 小小巷道大概都6米以下 那6米以下其實脫掉車 他是可以脫 那其實除了脫掉車以外 現在還有一個叫做檢舉達人 有的甚至是檢舉魔人 那我先讓大家看幾個圖啦 來 那個消防局你也看一下 消防局長 理局長 放慢一點 一張一張方 這個是6米的巷道 好 來 再來 再來 消防局長 李局長 你們掛消防 相道 相道畫紅線是用什麼條例畫的 基本上是 當時是由副市長召集 有交通局警察局大家 連合會刊之後 有一個原則 是在 相道是 4米4以下 就 就不發射 就剛剛有一個標示牌 讓他要維持 至少有單偏能夠 纏透 好 理局長你先做齁 我為什麼讓大家看四張圖 大家不曉得所有的局長看出不同啊 有沒有人看出不同要告訴我一下 知道的要不要舉手一下 再回來 這四張圖有什麼不一樣 大家有看出端倪嗎 陳中文 陳局長 在你家附近 要不要說一下有沒有什麼端倪啊 你有沒有看出有什麼端倪 有些是整條巷道全部都畫紅線 那有些是只有在路口的部分畫紅線 那有些是 都沒有畫紅線 好 你看 陳局長看得非常仔細 我為什麼要拿這四張圖 讓大家局長大家看呢 跟市長看呢 因為啊 我剛剛有講 現在有檢舉達人 還有檢舉模仁 那這個有什麼不同呢 那時候你要來圍的時候 我如果比較判 我沒有你圍 你就不可以給我畫紅線 那我家前面我就可以停車 檢舉達人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有紅線 你不可以給我拍照 然後有畫紅線的部分啊 他只要檢舉 他給你拍照 他就是紅線停車 他就是可以開罰單 那現在民眾覺得說 啊 我給旗艦護 你們我跟著你們的政策走 你們說啊 消防向盜要畫紅線 因為要救災方便 那我們都讓你們畫了 結果啊 現在反過來是 我們這些檢舉達人一直在檢舉 他們家門口放台 放台機車 放台車子 他就馬上被檢舉 然後啊 有的甚至是一連串的 每個月都好幾張單 有時候十幾張 二十幾張單 那他們覺得他們吃不消啊 那一張一張單 滾開我們哪是千二塊呢 那那六張真的很可怕的 那有的配合你們畫了 他既然他就要被開單 不配合你們畫的 他停車他沒事情 那我覺得這個市政府 應該要想個辦法來處理解決吧 不應該放任這樣子的事情 再繼續發生吧 我相信台南市有很多的小小鄉道 都是這個樣子的 所以啊 我這次拿出來跟大家檢討 到底要怎麼來處理這個事情 那其實我有兩個 兩個建議啦 我給 我給 給 你看這個 這個就是罰單 來 陳情仁 他們家前面被畫紅線了 放台機車在門口 紅線內 門口前 就連續兩天被檢舉了兩張 他說啊 我買菜回來 停在門口放菜了 這樣漂亮那味道 然後連續兩天喔 然後他給的建議是這樣子 我們可不可以單月 單月停單邊 雙月停 停另外一邊 就是實施 實施單邊停車制 如果是這樣的狹小向道 他既然有畫了紅線 那其實交通局可以去 可以去做標示 他單月 他單月可以怎麼樣的來停車 停哪一邊 來這個是 這個是台北市 他們有實施的案例 就是兼顧的向道 與停車的安全 所以他們有實施 單邊停車的管制 那就這個部分 是不是 市政府 我們交通局或警察局 是不是也可以來協助一下 如果是這樣的狹小向道的話 是不是可以協助這樣來處理 因為我覺得說 這有時候真的對 沒有配合 有配合市政府的政策的人 來有消防紅線的 這個人真的不公平 因為現在大家要檢舉很方便 有時候他車曬過 行政紀錄器一 落過有沒有 如果走來是一批光碟 那我們就要 我們所有的警員 就要照著那個光碟去開罰單 那我覺得說 開罰單的部分 其實也是有人性化的可以處理 不一定就是說 人家檢舉就一定要開單 因為其實我們的交通 細則裡面 其實也有 我們主管單位裁者 裁決的部分 可以處理 像 像我們平常啊 如果是在紅線裡面被開單 是半夜的話 是半夜 凌晨到 清晨六點的話 你們覺得說 如果你放在你們家的門口 在紅線上 被開單了 你們心理上會不舒服嗎 會不舒服的局長請舉手 放在你們家巷口 門口 你們家前面是紅線 你們是狹小向道 可是你們已經習慣的 車子都放在門口 那如果被檢舉了 你們心裡會不舒服嗎 不舒服的 局長請舉手 陳局長不要一直笑 你們都不會不舒服 因為你們違規對不對 那如果是隔壁沒有畫線 他可以停 他不會被檢舉 所以啊 我希望就這個部分 是不是可以 可以適度的開放 晚上 凌晨到六點 可以適度的 開放單邊停車 讓我們這些 小小向道的住屋 原本有車子的 但因為我說過了 以前的小區 不可能有停車位 我們家裡不可能有放停車位嘛 所以他不停車位 勢必要停在他們家門口 會向道裡面 那其實交通系則 裡面也有 也有 也有這樣的 條例啊 他我們的那個 違反交通管理條例 統一財閥系則裡面 他的第二條的第六項 深夜時段 0至60 停車條例的 第56條 第一項的情形裡面 他是可以 就是我們主管單位 他可以裁定說可不可以停啊 那這個部分其實我覺得 交通局跟警察局是 你們是裁定機關啊 你們可以決定說到底可不可以讓他停車啊 那像這樣子如果檢舉 檢舉的 檢舉達人把我們的那個相片 寄來警察局 其實 警察局可以裁定嘛 你0到6點根本 如果不是去阻礙到人家的出路的話 其實你也不一定要他開床啊 為什麼一定要開床呢 那個我們有裁量犬啊 因為檢舉達人有時候他就是 他真的就是晚上出去 一直去 走來就是幾百風的啊 那他就是晚上的時間啊 有凌晨到6點的時間 大家都在休息了 那個小巷到其實車位量也不大 也不會去阻礙到別人啊 那就這個部分 我覺得裁法的部分 警察局是可以不用做這樣的裁法的 那我覺得這個就要跳過 不要再做裁法 市長 你是不是要講 好 感謝陸議員 其實我們現在因為台南市本身就 這個高層啦 街道比較小 巷弄比較小 因為現在的時代進步嘛 差不多家家戶都有車子 那也是六議員所說的 也不是每一項都有自己的停車位 所以如果說我們現在大事取締的時候 還沒有適當的這個停車位 當然他如果要出租是可以建議解公車啦 但是他回去後後他車要停在座 這比較是一個問題 所以你今天有這個建議 我會請教農局和警察局來研究 我們六米向道以下畫紅線 是同樣的政策 因為在這個頭峰發生灰災 就是因為停車 救護車沒有那麼多人進去 所以消防署在行政院的事情上面 通令全國都要畫 都要去執行 這部分中央的這個政策 我們也要去研究 不是台南市政府要怎麼做 我都可以怎麼做 不然你說的比較是一個問題 這個我們會來研究 包括跟中央來協調 然後做一個比較合理的 來解決這個方案 另外第二點就是說 現在檢舉這個是沒有沒有錢可以拿 去檢舉的人有可能是因為 因為擔心安全的問題 所以去檢舉 現在並沒有說檢舉人家違規停車 然後他就有多少的錢可以拿 現在並沒有這個制度 我知道檢舉沒有沒有獎金可以拿 可是就是有些人他就是 路見不平拔刀相助 所以他就一直就是現在 不管是手機還是行車區很方便 他們就是沿途沿途 他就會來做這樣的檢舉 那當然我的意思說 你大的馬路當然不能違規 可是在這種小小的巷道 尤其是在晚間凌晨之後 那我覺得做這樣的開單 是真的有點不符合人情義理 而且這個我們確實是有條文說 他可以到0到60 你們是可以有裁決能力 可以不做開單舉發的 我覺得你們這個警察局是可以做判定的 他如果是真的是凌晨到6點 那個是大家休息的時間 小小相調並沒有什麼太多的車輛在出路 而且沒有阻礙到他人行駛 道路的話 那我其實那個裁糧犬是在警察局 你們可以不開單啊 那就這個部分我覺得說 應該要人性化一點啊 路易我還要再跟你說明 因為那個化的六米巷道 化紅線 是擔心消防安全 救護消防車進不來 並不是說因為那個 那個 為了交通的安全的問題去把它拖掉 因為交通的拖掉 其實我們這次要求很嚴重 只要符合七種情形才可以脫掉 並沒有包括這個巷弄裡面 巷弄畫紅線不准停車 完全是因為消防安全 市長這個我知道 可是啊就是我剛剛講的 我們那個道路我剛才看四張圖 它有的有畫有的沒畫啊 同一條巷道裡面啊 所以就比人家跟那條行動 那些人覺得他不公平啊 為什麼他們跟派人不公平 他們就沒事 沒有沒有 因為那個同樣的違規 因為可以畫紅線 也可以掛金錢的牌子 我們是因為考慮到 你要去畫紅線也要再經費 所以道部主掛一個牌子 並不是說 要讓我們畫紅線 我們就要畫 不要讓我們畫我們就沒有畫 不是 那是市政府本身的選擇 經費的可能 也不必要說 每年一段時間就要重新去畫 道部主掛牌子比較快 大概是這個意思 那我覺得你們全部都掛牌子 至少它不是紅線 因為你掛牌子 它是用消防法去做處罰 它並不是開紅單 可是啊你畫紅線 它就是用交通法則 細則去開紅單 應該一樣啦 應該都是有掛那個禁止停車嘛 李區長你要不要講一下 如果他只掛那個消防通道沒有畫紅線 它你們有辦法開紅單嗎 那個都是一樣 都是根據道路交通管理規則來做處罰 一樣可以開紅單嗎 對 消防法沒有在對這個部分 做開發了 可是啊一般的民眾的認知是 你有畫紅線拍照 它才算違規 那個掛那個牌子 是實際上那個巷道已經非常狹小了 車子都停不下去 所以就沒有去畫這個紅線了 那有畫紅線的話就是6米以下 那麼它單邊停車會影響到消防車的進入4公尺4米 可是我剛剛給大家看的這4張圖 它是在同一個地方4個街道一樣大 這4個地方是4個地方一樣大 在同一個同一個縱向裡面 它是不同的地方 可是它巷道其實有一樣大 對 來 交通局長 你要講 就說為了這個狹小巷道這個消防救災需求 大概在前年開始一路的來檢討 那這個過程裡面 本來狹小巷道本來都應該要畫紅線 不能停車 但是呢在過程裡面很多社區 包括一些老舊的社區 因為他們是因為 我們台南很多這種巷道 所以他們建議說不要畫紅線 因為還有很多它是因為觀光的一個 很多人在假日會來觀光 所以他們希望不要畫紅線 所以我們在路口 設了這個消防通道禁止停車 這個是等同紅線 也是不能停車 這是第一點 這是我們跟地方的這個居民 大家討論出來 他們有這樣建議 那我們市府也覺得這樣的建議很好 也不一定要畫紅線來破壞景觀 那這條巷子可能是之前已經畫好了 那後來又掛了牌子 我們再會再去了解 如果是這種情況 這是第一個沒有拿掉 第二個可能是當地的居民 他建議要畫紅線 這很多當地的居民他有建議 有的是要拿掉 有的是我要畫紅線 那我想這個我們會來進一步的了解 那另外有一些為什麼是在 有紅線 但是有中間都沒有畫 那有畫的地方都是在路口 路口一定要畫紅線 來路口 十字路口規律十公尺一定是不能停車 我想這個情況大概是這個樣 那這個巷子我們會來進一步了解 他背後的真正的因素是什麼 不過還是要呼籲啦 那不是說不畫紅線就可以停車 只要是消防通道都會有影響到救護車 消防車的進出 那其實都非常的危險 那剛剛陸議員也談到說 夜間是不是可以讓他們停車 我覺得 夜間停車 萬一夜間如果發生的事故 還是很危險 那這部分我們還可以進一步來討論一下 我提議的夜間停車是單邊 你把它管理到全部都在一邊 他其實兩部車是可以 他兩部車是可以交錯的 那你就是因為你沒有給他規定 他就是兩邊都停 那是不是更危險 那如果你小小教導你給他規定說 你單月停單邊 他全部一致的停在同一邊 他另外一邊可以暢行無阻啊 他不會他不會他不會妨礙到救災 他兩部車其實是可以進行的啊 那不是反而交通 他的交通順序 你不看起來會比較更好嗎 我們會去評估啊 就是說有的巷道 他如果單邊停車 不會影響到消防車的進出 這一部分我們會同意他 會讓他單邊停車 我們會各按去每一條巷子去檢討 那其實在過去我們檢討很多 但是這個還是要以消防救災優先 那我們會跟惠同消防局去看 那這個只要是這種情況 警員同意他 警員就不會開單了 我還是希望說你們可以跟消防局做檢討啦 如果就只有這種狹小巷道 他如果真的是救護車可以行駛的話 你讓他單邊停車 是讓居民方便啦 因為這狹狹窟就真的沒有人停車啦 所以這個部分還是希望局長跟消防局 你們努力一下是不是有辦法 做這樣的單邊停車的這樣的設施 不然你可以找一兩條來示範看看嘛 像台北他們是用示範的啊 你們先做做看不做也不知道啊 如果做了覺得OK 那其實台南市 我們是孤獨古蝦市 就是道路就是秀嘛 這個是沒辦法改變的事實啊 可是我們在交通上可以做這樣的改變 或許市民會更方便啊 這我們可以個案來檢討一下 好 那市長是不是就我們大致 還有我今天剛剛講的說這些分隊啊 還有 好 繼續給那個陸議員 市長喔 做回應 謝謝 總結的回答 是 感謝陸議員 對台南市市政的關心和支持 剛才第一 0206地震 大致體生產市場大樓 我會要求我們道法局 全力來協助我們 受災民眾的重建工作 其實我這邊的地方的重建 也要求市政府每一個人 要有同理心 把受災民眾動作是自己人 這樣你自己關心 這樣你自己幫忙 當然我也要請啦 我們所有的受災民眾 也跟台南市政府所有的當年動作是自己人 有什麼問題做你講沒關係 市政府會幫你協助 那麼第二點就是說 你剛才關心的鐵路底下法 這個我已經有幫你報告過 不是說這個重大建設 不會因為少數人的空間 我們就來改變 因為這是我們 要改割700年來 在鐵路上 冰高度上 所發生那麼多異化 我常在想說 會一邊發生異化的人 沒有一個人有辦法 不是我們食材的親戚朋友 那道具的發展 還有另外一回事 我想這是生命的這個問題 當然 就是說這次你反對的人 他有他們的訴求 市政府有來好好來跟他們溝通 他們的環境 我們市政府有來盡量來檢照他們的損失 來檢照對他們的衝擊 我也希望說大家好好說 大家好好說 我想 用那個 進行這個 一連串的空間 其實 對經過的人都沒有好處 第三個就是你關心的這個拖條 我必須要利用這個機會 跟我們所有的市民報告 我想很多市民都支持 因為高通紛亂就影響 這個走路人的安全 用路人的安全 我想每一半 我們看到 發生意外 車好意外 大家都很不敢 但是我們就是要來解決這個事情 但是我們不是說 看著車停在那裡就掉 看著車停在那裡就掉 也不是說 掉越多 它賺越多 因為每一間拖條公司 他們可以收集多少 我們有最寬 有跟他們規定 每一隻多少 這有固定 最寬多大這也有固定 什麼時候的車還可以拖掉 第一就是 併排停車 第二就是消防栓 消防車出入口停車 第三 公共汽車招呼站停車 第四 汽車占用機車停車 第五 交叉入口停車 第六 人行道停車 第七 逆向停車 就是有這些影響安全的 圍規的停車 我們才會去把它拖掉 你如果說念事 買一個東西念事的 你有那個時間嘛 因為他要把你拖掉的時候 你在點裡面 你看你出來 你人要在現場 我剛才他在議會的時候 我在用損失了 這樣車上去 只要拖掉車 不然在山上人的時候 你有辦法拖到車都上去 拖掉車也不用 拖掉車 但是圍規 要把你拖掉 我想我們 這些細節 會做比較優的 照我們六議員的要求 包括 後端 他要去拖錢的時候 你不要讓他等太久 因為現在現代人 每一個時間 都對他說都很寶貴 這部分我們還要改進 以上跟我們順便 謝謝大家 謝謝六議員 謝謝陸議員 今天的議程非常感謝 我們賴市長 還有市府的李秘書長 以及各局處的所長主管 更感謝我們今天的新聞媒體 先生小姐女士 以及我們本會同仁 跟我們陳秘書長 大家今天辛苦了 議程 到此 結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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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